大家好 今天分享的文章是 养老是一场淡尽粮绝的硬仗 你的老年生活会如何度过 居家养老 由孩子或者保姆照顾 公立养老院养老住得起 但条件可能不太好 私立养老院环境不错 但贵得有点吓人 每一种养老方式都是真实存在的 当有一天我们真的老到不能动 没办法自己做饭洗衣的时候 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何养老这个问题 当然中老年朋友也无需太过担心 毕竟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才是最为重要的 此文是一位中年人 对于未来养老的恐慌 希望能得到广大中老年朋友的抚慰和指导 老和死哪个更可怕 我认为死不可怕 因为地球有人类以来 已经走了近千亿年 人大都熬不过百年 统统要归于天堂 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有什么可怕的 正常的从生到死转瞬间 死是必然 死是一种解脱 而老就可怕了 尤其老到不能自理的时候 你年轻力壮时 轻松打理自己 吃喝拉撒睡 维持你的生存 但是这些能力 全部丧失后 那才可怕 可怕到什么程度 可怕到生骨如死 可怕到时间 是折磨你的魔鬼 可怕到连做人的基本尊严 都没有了 你束手无策 你惶惶不可终日 全仰仗别人可怜 与斥责并存之下的恩赐 如果不幸碰上不孝儿女 或冷漠的照顾人 更会觉得心如刀脚般的绝望 所以 面对每个人的养老 我不由得发出深深的常态 我不怕死 就怕老 老了 谁来照顾你 几年前 我看过作家曲兰写的 老年悲歌 说过这样的意思 无论你年轻时 容貌有多么俊秀 身材有多么的好看 身体有多么的健康 等你老了 而且是正常的老 你必然要经历一段 你痛苦无望的时间段 在这个痛苦无望的时间段 每个人都要接受别人的照顾 才能活下去 那谁来照顾你的老年呢 这可能就是你的伴侣 你的孩子 或社会提供的养老机构等等 但是 如果你的伴侣 先于你之前走了呢 或是你独生的孩子 因工作和事业繁忙 实在没法照顾你 那怎么办 孤立无援的你 只能面对养老机构 养老院 你住得起吗 我还曾经幻想 不准备麻烦孩子 将来一门心思 到养老机构养老 这样自己心安理得 不依附任何亲人 接下来 我读到一篇公号文章 看到了让我 目瞪口呆的残酷现实 当我开始在网上 查找养老院的资料 发现在一线城市 公立的床位有限 排队几年都未必排上 私立的收费昂贵 床位费 加餐费 加护理费 六千元起步 医疗费令计 有国际合作背景的养老公寓 则高达万元以上 这是我母亲退休金的十倍 我哑口无言 惊慌失措 家庭的温情 最终都会在缺钱上 文章接着说 母亲沉默片刻说 老家那边 有条件比较差的养老院 每月只要一千五 是就仓库改的 要么去更偏僻的 有教会背景的养老院 他支支吾吾的口吻里 已经没有底气 因为他知道 那里的环境和生活质量 是不会保证很舒服的 然后 我给他计算居家养老的成本 如果他不能自理 那么请护工的费用 也将在五千以上 如果居家养老 家里人忙工作 再请个保姆买菜 做饭 洗衣 拖地 至少要三千元以上 这样不比住养老院便宜 还要为护工和保姆提供食素 我读到了什么 读到了一种未来的悲哀和绝望 我很有可能 也会遇到母亲类似的境遇 等我为母亲养老之后 我就极有可能 没有经济实力 再给自己养老了 这种中国式的养老 说来说去 其家庭的温情 最终都会在缺钱上 养老是场淡尽两绝的硬仗 我开始琢磨 这个养老问题的时候 大概在四十五岁 这很像我在未婚前 为了找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 能相守一辈子 我也做了相关的心理准备和知识准备 我开始认真琢磨这个养老问题 起因就在我看了老年悲歌之后 我也为此做了一些物质准备和心理准备 因为人到中年不能不想这个问题了 然而当下现实的残酷性在于 年轻人为了结婚住房 不得不贷款 成为终身的房奴 老年人忙碌一辈子工作 好不容易退休 刚开始考虑自己的事 就要应孩子的请求 帮忙照顾下一代 成为孩奴 眼下当你还在辛苦付出 看护下一代的过程中 一件比一件糟心的事 接踵而来 什么提倡以抵押住房方式 来养老房老 还有什么退休后 要继续缴医保费用 才能领取养老金等等 当这些事你还没有纠缠清楚时 却猛然发现你将来的养老金 可能已经因为通货膨胀 涨得已经没法去支付公办 或民办养老机构的高昂费用了 推荐的文章有一句话说的可怕 养老是场淡尽良绝的硬仗 我怎么秀出了养老 是必得个绝症到医院 让你倾家荡产 还要恐怖的一件事呢 对于这位中年朋友的 未来养老恐慌 广大的中老年朋友 你有什么建议吗 好 刚才分享的文章是 养老是一场淡尽良绝的硬仗 来源网络 感谢收看